停书 你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黄先生托我转来的 他们把薛城的自卫军打掉了 里面好像是自卫军的军旗 总司令的官方印信 还有一些薛城的私人用品 别改了 一会儿送到军阀处存的 薛城活着的时候他骂我 一将无能 三军手类 他说对了 若不是我张学良无能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在一夜之间面临选择 是忠于国家还是投降敌人 不 韩清 你 我 薛城蜂拥 还有玉林 打小就在杨景镇老先生书馆 一块儿蒙学 蒙学什么 大中大爱视为人 民族兴亡视为义 家国天下视为礼 大恩大书视为智 一诺千金视为信 收到 请见了 即便你韩清有失策之处 那也不能成为另一个人堕路的理由 你大可不必为此而内疚 好 患难之时 听书还是听书 对了 有没有冯庸那小子的消息啊 日本人要他以冯德林的名义 出面维持敌方 他拒绝了 对 刚才我已经让他们送过去了 好 您放心 明白 一定完成 好的 好 站住 是 明白 好一个冯庸 明白 明白 也算是为我们这一辈人帮助了一份 安晴啊 不要说咱这一代 就是父亲那一代不也一样 我父亲一直为试变当天 自己未能在沈阳坐镇履行总司令一职 而内疚不已 把兄弟张景辉投敌更是让他伤透了心 身边无人之时 父亲总胆胆自愈 这可怎么得了 无焉去见九泉之下的新大元帅啊 你爸人格高尚 是我们东北的本根 父亲说 他们那一代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打起来的 那是他们对待外国侵略者 多出于实用态度 能利用则利用 能周旋则周旋 无有今天鲜明的国家民族意识 所以父亲非常担心热和的汤玉林 听说关东郡已经派出多重关系 去热和立有汤玉林 父亲担心汤玉林会失了大劫 好 好 他妈的 王义哲的第七旅到我热和的地盘上来干啥来了 王义哲说他只是奉命演习 我去交涉时 第七旅已经停止演习 并派李淑贵参谋 随我同来拜见汤帅 叫他进来 我倒要问问看 张汉青突然派三个旅到我热和的地盘上 打的什么主意 是 我去 被指浸浸汤帅 王义哲这是他妈要干啥呀 自己刚刚在北大营 让日本人打得满地找牙 那就应该在锦州城好好的守着 结果呢 一枪不放 丢了锦州 连我都替你们还扫吗 怎么着 放着日本人不打 跑到我热和古北口来干啥 古北口是保卫平均的战略要地 您老知道 地区旅本是张副司令的警卫旅 此次是奉副司令的命令过境演习的 您出发匆忙未能事先通告 还请他帅也原谅 万福林 在蜜云怀柔的两个旅 也在想热和运动 又是怎个事啊 听旅长说指示幻房 你带画给王义哲 汉青这孩子对我实有怀疑 我不怪他 我知道 这他们都是坏人从中挑剥的 我老汤还是有良心的 又怎么能和他们日本人勾搭 出卖祖宗的坟墓 我知道王义哲是少帅的心腹 他的第七旅到我热河地盘上来 没什么 万福林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事都坏在他的身上 如果他的部队赶来 想在我热河找便宜 我活出去这条老命跟他拼 此事办拙了 唐帅就是骂骂大街 并不完全清楚 我对热河的赠名意图 你们王义哲旅长还有什么 让你代为转告的 他让我转告你一句吴子昆的话 吴子昆可是热河的明白之事 吴子昆说 丈夫司令如果还要热河 就不能要汤 要汤就必丢热河 来不及了 不知道谁把消息漏了出来 汤玉林说 我没资格撤换他 扬言如果我非要撤换他 他就倒向日本 去什么 去死人 那边 凉凉 快点 加油 快快快 不快快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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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日下午三时许 我第九旅六十二团 被迫撤出阵地 全团官兵伤亡半数以上 其中安德新营 自营长到士兵全体撞离巡落 无意申还 上海关已经确认失手 报告 定报 前线合助国掌控报告 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 没有期许进返篮中 估计日军很可能转向 全力进攻热门 今天 由张学良 张作相 汤玉林 万福林 等二十七名首位热和有责的高级将领 向全国通电 表达抗战决心 电文如下 自沈阳事变发生 已有十六月有余 国土沦丧 民众牺牲 损失之大 已难数计 事变之初 我为尊重盟约 维持和平起见 不惜寒购忍辱 根据盟约提醒国联才智 即以正义之主张 其或公理之实现 然而 我们越是委屈求全 敌人 越是得寸进尺 现在 我的忍耐之力已到了极限 武力 是自卫的唯一方法 我愿率我的部下 抗击入侵者 即使牺牲了性命 也在所不惜 张副司令 把您老爷烧上了 他这是想借抗日之名 把他的军队 带入到咱们的热和地界啊 这也是 形势所迫 否则 光我一家军队 那也很难守住热和 放他们进来 但是成头附近 不许他们 驻扎一兵一足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在哪受的伤啊 在山海关 长官 他是宋子文宋院长 拓地从南京来看望大家的 委员长在江西前线 他委托我来看望大家 院长 你叫什么名字 刘东庚 你 家是哪儿的 我没有家了 家让日本人给占了 副司令 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回家 咱们都是东北人 带我们打回去吧 是 打回去吧 打回去吧 打回去 快 打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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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得过我吗 信得过 信得过 就好好养伤 打仗的事情已经在我们计划当中了 刚才 这位刘东庚兄弟 跟我说他没有家了 这位兄弟刚刚又问我 什么时候打回东北去 我们都是东北人 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 心里都有同样的疑问 我们都没有家了 那一年在东北 我就收回屡大问题 跟日本总领事交涉过 他说 在他们日本有一句谚语 成是剑射得来的 还得用剑射回去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大连是他们日本人用流血得来的 我们要想拿回去 也得拿血来换 九一八 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我们幻想着不流一滴血 就把失去的土地拿回来 可是现在 日本人不但不归还我们东三省 还变成了一个大错误 我们还能诊吗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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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回东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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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操点上说的 作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刻 只有往前冲 前进尚可生力 退却只有死 韩清 你对士兵还有些煽动性啊 煽动啥呀 你应该比我清楚 为鸡还得有八米 现在若和宝卫站在即 你宋院长一不给响 二不给枪 光他妈有一对漂亮话 顶个屁用 前枪都在蒋先生手上 他现在在江西 洗衣接了四十万兵娃 发动第四次剿工 你想要前枪可演 直接给南昌发电报 我参战各部 分镜和剑 不必将竹马撤废 解媒在李川接宁地区 明白 委员长 北平张副司令来电 还有人手 我哪来那么多人手 如何回电 热和战日贼剑 都是一些鼓励的娃娃 升起武兄 照预定计划 喉舌不治 勿扫犹豫 近日之时 唯有决战 可以挽救民心 随伴游客屠城 否则 便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去 委员长决议要把中央增援部队 便为预备军团 开战前期我们是指望不上了 中央军不来前限 быстро 不管怎么说 我们驻热和部队已达十五万人 副帅 您德高望重 就由您作战程德与汤帅协调 想必他应与时分地合作 老朽年事已高 手上无异兵异足 只能卖这张老脸了 您的第二集团指挥班底 何时入住程德 店家司机人员还都没凑齐呢 怎么搞的你们 福帅缺什么 从行营里调 把我的警卫汽车配给福帅 明白 不能那么装 真贵着呢 这东西 你们去找点包花来 全都垫上 去 去 去 汤帅 张老坐向的第二集团军指挥所 已经安顿 辅帅要过这边来拜访您 别让他来 我这是乱糟糟的 来 来 来 成何地统 你跟他说 来来 有空啊 我过去看望他老人家 这个汤儿既不跟我通报军情 也不跟我联络 面子都不给了 他汤与林 割据热河多年 避正恶端 热河的百姓水深火热 现在大难临头 都要瞧得好看 前天晚上 汤部的两个营长 去四乡联络防御 人没影了 直接让百姓给做掉了 这都从哪儿拎来的 保卫热河后援会的人说的 都是些啥人哪 从北京来的 胡适之教授和一群 贤打组织的 胡适之 他们说 如果现在杨玉婷还活着 热河绝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后援会的人还说 没有了杨玉婷的东北政 缺少了远大的政治眼光 做指导 全凭一帮无知的武人 糟蹋国家 这话说了 副司令听了会受不了他 杀错了杨玉婷 再让他搞掉汤帅 以失信再现 投赎剧气了吗 1933年2月21日凌晨 日军第八师团提前发动攻势 袭击热河南岭中国守军 热河战役由此打响 副司令 中路日军已突破南岭 占领北漂 他与林部目前 在朝阳做短暂抵抗 已经败退灵远 朝阳已被日军占领 南路万福林他怎么样 万不妙争流失 已在剑城败退 张老总相那边有消息吗 副帅手上无一兵一族可调遣 唐玉琳根本不听他的 八百之交的面子都不给了 这个要清 一定要清啊 慢慢的 这个清拿清放啊 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 搁那儿 搁那儿这样 这个 搁这边 好嘞 来那个 来来来 搁这儿 搁这儿 这边要清啊 好嘞 千万千万要清一点 慢慢的慢慢的 湯羽林的成德守军 在看望防御阵地途中 发生了滑变 滑变 怎么回事 汤军欠想一年以上 两个旅走到半路 不再听令 要求先发军饷 才能开赴前线 张作相已经无法控制汤部 离开成德 撤往古北口 给我接通汤羽林 我要跟他讲话 与汤部的联络断了 汤羽林也不知道下落 他妈的 副司令 已经确认 热河前线 我军全面溃退 日军占领了成德 万福林在线上 要求撤出洗风口 转回北平 我他妈让你反攻 你现在给我撤回来 你要是撤回来可以 自己拎着人等回来 快点 快点 孙科院长 最近日热河战事 有何看法 热河天闲守军达十万余 中央明知结果必须 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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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事 你匹미 也不得了 你区别 拜拜 看来 孙科学 感谢观看 让我这儿来 我正找他算账呢 我量他也不敢 你王一哲带我传令 我东北军各部今晚必须转于反攻 我也调配华北各部配合你们 你们务必誓死守住长城各口 不允许一个日军越过长城 许直业 到 通知司令宫所有人收入行李 我要亲的做证 得到 我可以做证明的声音 就不听了 好的 百 numb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赴左指 日子很不好过 你觉得他这次见我不是找我团队热和的反攻 书翰 我张学良是戴罪至身 热和的沦陷网有直接的责任 可是我的后续部署已经初见成效 二十九军 夜袭敌营 沙敌上千 三十二军重新夺回了棱口 已经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目了 只可惜啊 立下战功的军不是我东北军的部队 有时候我也在寻思这个问题 咱东北军问题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啊 汤玉林总是强调他的装备差 可他再差能差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吗 二十九军连土枪都不够发的 所以美人配备了一把大刀 宋哲元从全军抽调骨干 专门组成了五百人的大刀队 结果当初用来应急的那些大刀 为五百勇士手持着 冲向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以大刀队火炮 全部砍向了敌人的脑袋 这就是差距啊 汤玉林有一年多没有发军响了 可却成百车的拉家产 他没有这种精神啊 他有用大刀对敌人火炮的精神啊 五百把大刀全都砍向了敌人的脑袋 他敢吗 伏三令 行李叔叔 该走了 我也不敢 我不同意 如果此时拿掉张韩清的职务 那东北军的指挥调度 势必会发生困难 我看危险的 如果让张学良继续干下去 不但是全国的舆论不满 山西的延西山部队 西北军的宋哲园部队 商镇 孙电英的部队都会不服 以后就指望他们这些部队继续抗战 中央军我是不会调的 是的 张学良要亲率东北军收复热河血池 当然很好 可他的精力体力能行吗 尚得了朕吗 如果咱还请指责下业 你和殷勤能保证东北军内部 把他弯敌 应该不会 当然 这也需要张学良他本人的配合 好 子文 你先和他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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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干吗 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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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先生是不打算见我了 那我想知道你宋子文是什么态度 汉青啊 我已尽了我最大的 子文 迟早有一天 你也能体会到什么叫强盗众人推 吴院长让我先跟你谈谈 你们都已经做了决定 现在要听我的意见 蒋先生这是要羞辱我吗 吴院长的压力也大 终归他是一国的领袖 所以啊 找我们这些肩膀宽的人替他扛 扛得了一时 扛得了一世吗 五十年 一百年之后呢 他就不替他想想他的身后名 可你 总得表个态吧 丧独指责 则无旁贷 自愿辞职 一谢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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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委员长 您的电话 委员长 我跟他谈了 韩清态度很好 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安排 好 把电话给他 好的 韩清 委员长要跟你说话 我说韩清 看前是在整半管道 谁占了决策不苦 也认为我们这条水有三个人 只问你还有我 可是这条水只能成两个人 人多了就要成 你看咱们中间 没离开这条水好了 蒋先生你别绕了 我离开 妈 咱们为什么去欧洲啊 没有为什么 去欧洲就是去欧洲 这些东西都带着吗 你爸爸去欧洲养病 你们去欧洲读书 那赵姨也去吗 当然啊 一路我照顾你们 赵姨照顾你爸 妈 同学们都说 我爸是犯了错误 所以咱得抖到欧洲去 你们别听这些胡言 你们的父亲绝对不像外奸传言那样 他是个好军人 也是个好父亲 至于错误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我这次从宝丁回来的路上 哭了 大哭 把端娜都吓坏了 后来她用英文安慰我 她说做一个大丈夫要坚强要勇敢 我听了这个澳洲佬的劝告 此次本人辞职 无论对国家 对个人 皆为必要 九一八事变 事处仓促有有可说 可此次热和失少 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既然我们干不好 又不让别人干 这是最不对的 蒋先生为了大举着想 同时对我 也是人之一尽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服务于国家 而不是服务于我张学亮个人 这些真迹怎么办呀 飞机颠簸万一碎了 我 不用带了 不带 副司令一旦急用公不上 那不得出大事 出不了大事 北平半天就飞上海了 上海接机的是谁 你知道吗 是杜月升杜先生 他那什么没有啊 上海滩这类货色都给他管 杜先生